提到喝酒 一般人想到的是酒吧或是居酒屋 在嘉義市有一間專賣精釀啤酒的店 走的是溫馨的風格 打破大家普遍對於喝酒的印象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啤酒 然後喜歡到如果有人誤會啤酒 就會很想要努力的去解釋 就是我覺得啤酒種類很多 就是像我們的分類牆 然後不喜歡有可能是遇到不適合的 那不適合的 我就覺得如果我更了解啤酒 就可以把它搞清楚 然後推薦給適合他的人 這樣大家就會喜歡啤酒 店長特別把店裝潢成溫馨的風格 用來這邊喝酒的人不會有壓力 可以輕鬆地沉醉在啤酒的韻味中 我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放在一起 那就希望給大家很舒適很自在的感覺 舒服啊居家自然啊 對啊然後又不會有壓力 老闆娘真的也蠻親切的 然後又會跟你聊天 所以這邊感覺比較舒服 像在酒吧你可能坐在吧台 或是坐在其他位置 酒吧也會有音樂也什麼的 都比較不是那種會讓人家放鬆的音樂 對啊 所以這邊坐起來比較像家的感覺 就是比較舒服 屬於美瓶啤酒的獨特香氣 在嘉義市這間小店飄香 屬於城市的微醺 突出了啤酒店的獨特氣息 中正已報蔡志成嘉義市報導 還有當然 請坐在這裡 屬於城市的視頻